Hello大家好 今天这套视频的主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收到的 出版车寄来的书 然后还有一些本 以及我前段时间买到的 Hobo Niche的书衣和本子 还有一支钢笔的分享 我知道好多人是因为文具才关注我的嘛 所以大家对这一类的视频就是非常的感兴趣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正题 我想先从这支钢笔开始说 因为这里面好像只有这个钢笔是一支笔 王源的粉丝在哪里 先跟大家分享这支钢笔 是LIFE FRIENDS和领美合作的一个新的联名 它这个形象叫来羊 是一个小太阳的形象 非常的可爱 很像是小狮 Roy这个英文名收不收 就是王源的英文名 这一套卡通形象全部都是王源参与设计的 给大家进去里看一下 是个非常讨喜的红色 里面有个这个应该像是一个说明书一样 这个是一个保修卡 这个钢笔的套格 里面有个钢笔 然后有个上墨器 有个这个好像是墨囊吧 我现在还看得太轻 然后是两个来羊形象的一个 可以套在钢笔上面的一个小装饰 非常的可爱 我先看一下它这个说明书 这个是Roy6全系列的卡通形象 每一个都特别的可爱 然后再拿出来这个钢笔 把这个来羊给安上 安一个这个小头吧 它就是这样的 然后后面是这样一个套 然后把这个小狮子套上这样 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你想要放的这个位置 我就放在这就好了 这个是一个整身的 除此以外 这个应该是一个上墨器 上墨器就是你可以自己随意往里面灌 你想要的颜色的墨水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墨囊 墨囊就是已经密封分装好了的墨水 也就是说你捅上安装上以后 它是一个一次性的 就是不可再利用的 用完了这个 然后把它扔掉再换一本新的 我刚才有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钢笔 它和我之前买的灵美还不太一样 我之前那个就是灵美普通的那种 Suffer系列 然后它这个是在这个笔帽下边 和这个笔杆底下连接这块 它有一截是 很像那种复古的英文 旧报纸发黄的那种感觉 很酷啊 这支笔 我今天现在换上一个墨囊 给大家看一下这支笔的 这个笔尖以及书写的感觉 这支笔是一个EF间 是一个我比较常用的一个粗细 如果是德系钢笔 我比较喜欢用细一点的 然后日系钢笔的话 我一般就是F间多一些 所以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我一般反正写字 基本上就是0.5左右的一个粗细 是我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比较实用的一个粗细 就用这个墨囊吧 然后我现在把它安装上 安装方式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墨囊和这个笔尖 对着怼一下就OK了 然后再把它合上 最好倒立一小会儿 这样可以让它那个墨顺着流向笔尖 我现在整了一张纸 给大家写写看 我们在这画一个来阳 我们在这画一个来阳 好好写的布卡纸很顺滑 颜值高 重点是防圆粒粒设计的 LINEFRIENDS和领美合作这个钢笔 我也会在微博和B站抽奖 大家一定要关注 这个钢笔价格不便宜 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是我好像几期之前 就跟大家说过 我买了那个右手超人的印章 当时他们一直没有货 后来呢就单独寄来的 这个是用手穿的那个数字印章 一到零 这个数字印章体积不大 很小 但是也不是说是那种 像打字机那种大小 也稍微可以做一个装饰作用的 然后木头选用的话 很精致啊 不拉手 很光滑 而且是有一点重量的那种 不是很轻的那种 而且它都已经做过 这个魔角的这个处理了 然后它每个印章的侧面 都有一个右手超人 在跟我招手 好可爱 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印台 我就给它印了 就每个数字 它都会有一个小人 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两个Hoponichi的东西 我其实现在因为不写一日一夜 所以对于这个书衣的这个需求 就没有那么强 Hoponichi它现在不是有那个天猫的旗舰店了吗 在它刚上新的时候 我就想抢这一款 但是当时它可能卖的太好了 没有了 当时它所有书衣的图出来以后 我只重逃这一款 就是小狗达森卡的这个 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这种线描的风格 然后加上它很像是一本书 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它你看它有标题 然后之后还有一些小的字 本人的颜色其实很亮丽 很明亮 就很吸引人眼球 当时就想我就想买它 它价格也不贵吧 然后它应该是在Hoponichi里面算便宜的了 200多块钱不到300块 这书衣的后面是一个小狗 趴在人的脚上 太可爱了 又没有 太可爱了 然后打开里面的话 就是蠢色 同一个色系 也没有偏色 然后材质就是翻部 上面有个扎着嘴的小狗 然后它这个书腔 是两个黑色的小球球 虽然这个书衣的颜色 不是特别的浅 但是由于它是翻部材质的 我还是很担心 平时有喝个饮料 或者撒个什么东西 撒在翻部上面 不是很好清理 所以我配了一个 PVC的一个透明的封套 十几块钱吧 我觉得还可以 主要是你有Hoponichi里面的话 你直接买Hoponichi配套的 这个PVC的保护套 很方便 它这个保护套后面 这块是有一个 这个密封条了 也就是说 你这块是可以打开 用后面这个兜的 如果你买这种 后面不带密封条的 这个PVC的保护套的话 开了一个口 OK 这就是我今年买的 唯一一个Hoponichi的书衣 是不是很配我的气质 接下来就是五年日记了 我之前就是看小林同学 去补五年日记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 我自己也能 画出一样的水彩 所以上一次 五年日记这个 小版的补货的时候 我就 犹豫都没有犹豫 我就抢了 因为真的就是 太喜欢小林同学的 五年省畅了 这五年日记 我买的是A6大小 我为什么选这么小的 是因为 我其实个人 用A6的尺寸的本子 比较多 我平时不是满字的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话要写 而且大家都知道 我还会做相册 什么这种 其实很多 有的没的那些话 已经都在别的地方写完了 在这个日记上面 我就想简单的概括一下 这一天的生活是怎样 严谨一概的那种就OK 这个五年日记 它纸什么的都一样 都是Hoponichi的八川纸 它在这个盒里面 有给一张可以试用的 是单独一页 就同样材质的纸 你可以在上面试用 这个五年日记 是从2020年开始到2025年 然后后面就是这种 12345个分割 然后这边这一页 就是空白的 然后可以自由发挥 但是五年日记 最后面它有个my list 就是你也可以列一下 你的清单吧 我还没有想好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 就是wish list和travel list 往前翻这边 还可以写一些 联系人和住址 然后这边还可以写 一个收送礼物的表格 我不知道是不是 日本有这个传统 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个传统 然后再往前翻 它每年都会给你单独留意 我不知道 反正是空白页 自由发挥吧 这就是这本五年日记 它还可以单买 那种稍微硬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直柔格 就这样就挺好看的 我就不用再多花那几百块钱 再去给它买个风皮了 所以大家从明年开始 开始期待我的五年日记 好吗 现在我看到有粉丝 在那个微博底下 问我什么时候出 2020年的手张体系 不会太久的 我一定敢在年底的时候 把这条视频录出来 好吧 说到后果 重头戏 这个我已经在微博上面 给大家做过一个 简单的分享和抽奖了 这个是中信寄来的 东京老铺这一本 就是关于东京比较老的 店铺的一个水彩手绘集 绘画的这个绘者呢 叫做乌尔巴诺维斯 它是隋海城御用的 一个背景画师 隋海城很多部电影 都是这个乌尔巴诺维斯 参与绘制的 我已经看完这阵会儿了 真的非常的好看 我之前特别迷恋 这种水彩手绘的建筑 然后但是我觉得 特别特别的复杂 是因为水彩 我有点掌握不好 它这个光影啊 还有一些留白 以及深浅 它这个调色关系 和我上学的时候 学的水粉还不太一样 然后它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范笔 它画了非常多 这种水彩风格的建筑 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现在来给大家翻一翻 这本书啊 它按照不同的地区啊 绘制了这个地区的一些老铺 什么秋叶园啊 浅草啊 这边还有什么 吃鱼品川 中央沿线 然后它单分出来的一张 就是绘制了一下 它的工作室 特别棒的呢 是它还绘制了这种地图啊 直接告诉你 这些老铺的位置 我觉得特别好 像这种游客 可能去东京旅游的时候 想打卡 但是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攻略 这本书就是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参考地图吧 它能画一些老铺的门面啊 它在后面还有一些 绘制了这个 怎么说 俯视图 让你能看清楚这个 老铺的一个结构啊 很酷 然后它又把这些老铺的位置 和这个地址都标出来 特别特别的好 它既可以当做一个 怎么说 旅游攻略 然后也可以当成一个 水彩学习的教程吧 但这个教程可能 跨的台阶有点大 然后它后面讲了一些 它会画用的话剧 对 还有一些什么笔啊 颜料啊 毛巾啊 包括它用的同款的 橡皮擦这些 这它工作时啊 这个风皮拆下来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东京老铺地图 因为这本书在微博 上面已经抽过奖了 然后所以还想再参与 这个书的抽奖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哔哩哔哩这条视频 不计应该是在评论里面 会手动的抽选吧 当然可以踩红屁绳的 也吹一吹啊 这样就能成功引起我的注意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手帐本啊 大家都知道就是 故宫有一宝 就是故宫的猫 故宫的猫非常的有名 而且每只猫都有不同的名字 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搜一下故宫的猫 有很多关于这个猫的照片啊 都非常的可爱 这次呢是收到了看 清华大学出版社 他们寄来的 故宫的猫这个手帐本 它不仅仅是一个手帐本啊 它其实里面也包含了 很多关于猫 这个动物 以及故宫的猫的一些介绍 后面还有一些水彩插图 给大家看 这里面除了手帐本 还有一个小小的书签 这个书签超级可爱 带着猫围吧 这个就是这个故宫的猫的手帐本啊 因为它其实还是有一本书的这个厚度嘛 所以它设计了一个这个风景 完全打开的一个设计 这样里面这个本子就可以完全展开 评出在桌面上 这个本前面放了一些 关于这个猫的一些古文物 这也是一个1到12月的一个年纪化 这个本里面还有这个关于猫 一开始出现的一个记载啊 在有一些页面上面 它会讲一些关于猫的这个文物的一些简介啊 也是可以让你增长一些知识 特别是如果你养猫 然后并且你特别喜欢小猫1的话 这个手帐本就是想让你在记录的同时 还能增长一些关于猫的知识 后面还有一些插图都是关于猫的 我现在给大家随便翻一翻这个本子啊 在这种空白页上面 它会这块给你一个自定日期 反正也无所谓 你忽略掉这个 就把它当成自己想要写的什么记录形式也可以 然后这边还有对介绍这个文物的 后面这些是水彩版的故宫的猫的插图 它就长得像熬拜一样 小白 我不太听说它每只猫都叫什么名字啊 反正每个名字还都挺浪漫 挺有一些古典韵味的 又是这只熬拜 这个在伸懒腰 然后后面应该就没有什么了 这个本子我应该也会在微博和B站抽点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我微信公众号 没准我也会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出角 那么本期文具分享到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好 这些视频可以关注 小明镜是建立的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